现在中共在新疆 比纳粹还邪恶的作恶 那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说 不是很明白吗 情况尽管非常的糟糕 但是没有办法 那是中共的内政 香港问题今天怎么样 中共就敢在全香港 就这么杀人 但是我们就说 预见到了 中共它不会说 搞什么军管去 搞什么明目当亮 开坦克搞镇压 但是它会大规模的抓捕 它会冲到学校 冲到单位里 冲到家里去抓人 但是它即使这样做的话 美国又能怎么样它 也就是推出 即使香港法案通过以后 又能怎么样 它就制裁那些人 制裁什么 林总月光不让他去美国 不给他美国签证 哪不给他美国签证 吓唬林整月娥吗 对这贵的手来讲 你请他去 去美国 他去吗 还是那句话 中共现在是有主权的 谁 它这个主权合法性 谁来剥夺它呀 你让美国说中共 你不合法 这个没道理 咱们知道任何万事 都要符合情理 你中国老百姓 你自己不说 中国是非法的 他中国是匪徒 中国他就是个 合法的统治者 他杀你 虐待你 都是合法的 好 今天 就在这 是福是祸 个人自己掂量 就察言道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也是在讲 万事万物 自有其法则 我们今天 所遇到的 这些苦难和煎熬 是有原因的 如果不从根源上 解决这个问题 所有人都 逃脱不了 末日的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